可以熟悉它英文語法 都差不多 很多keyword看一下就知道了 ok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做排序的話 基本上我發現它裡面其實也有一個就是 叫做什麼hostset的點 其實另外你要知道說它裡面有哪些屬性跟方法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點下去之後這邊也會出來 這邊也都會列出來 那實際上裡面好像會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點to to什麼呢 to to這個array 也就是說 它也可以幫你把它轉成一個陣列 所以如果說你要排序的話 基本上應該可以用什麼 用array sort 有沒有array sort 不是有一個放一個array進去嗎 那你把它settoarray之後再來排序 理論上應該是可行的 不幸的話各位可以自己試試看 這部分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個是hostset的使用方式 那也就是說呢 將你們可以把之前的 只要是array的範例 看看能不能用這個方式來做做看 那太多了 所以將來在 其實以前我接觸過像那個 Android裡面的程式撰寫 都會用這種方式做 取代 用array的方式 或者是說用那個 互動式JSP裡面也有啦 你後端的 大量的資料 因為很多東西要從 database 裡面撈進來 那如果你用array的話效率一定差 用那個collection的方式一定會好很多 那另外我剛剛簡報裡面有提到就是說 有沒有collection 是擁有set跟list 等一下會再講list 有一個arraylist 等於是改進這個list的介面 那另外還有map 基本上map我之前也用過 那個map也非常好用 它是兩個一組的對應元素 所以如果說你只是 如果是只有一組的話用collection 但是如果你兩組 比如說你有id key跟value 就是你有id跟裡面的name 就是常常會有 什麼id什麼編號 然後對應到什麼名稱對不對 那其實用map非常快 咻咻咻兩下就解決了 程式變得非常的簡單 所以理論上collection跟map 這是非常好用的兩個 兩個重要的算是集合介面 只是說一般的程式書籍裡面 這部分真的講的比較少 而且很多程式範例裡面 也好像用到的比較小一些些 可能它真的有點難度 因為裡面還要再有計程 有計程觀念 也要實做介面的觀念 然後又是介面裡面 又有介面的這種觀念 但是你如果會用的話 基本上真的可以做到蠻多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再把剛剛的sample 稍微了解一下 另外的話等一下也看一下 那個下一個是arrayless 這個類別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好不要 讚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